你看现在这个商品意识无处不在 我就问你是不是淘宝买的 这也是个植入 我告诉你在另一个店买的也植入 不是 不是植入 真不是植入 最近我就发现淘宝竟出些逗的一个事 就是刚过这个五一节之后 说这个微博话题在网上阅读量9.1个亿 9.1个亿他们聊这个事 什么事 有一位女士历年来在淘宝买了904件衣物 对吧 然后最近在五一节之前买了18件 买完之后因为淘宝人家服务有一个说 7天之内无理由退货 可以无理由退货 好 7天之内啪退货 应该是符合章程的 但是后来这个店主觉得挺冤 就加了他的微信还是怎么着 然后一看他那个朋友圈 发现五一节他跟他这个小姐妹们出去玩 穿着这个衣服有照相 说你穿了 好 这就弄起纠纷来了 网上好多人还骂这个女的 说你没见过这么鸡贼的 你怎么知道我没剪掉牌呢 但是这女的说难道不能试穿吗 难道不能试穿吗 我试穿才知道不合适啊 对吧 我过去买那么多我也没有退啊 对吧 反正是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忌忠忌啊 就是好 这个事闹起来了吧 另一个开淘宝店的 自己还设计衣服的 一女的本来挺同情这个店主 这是义愤天鹰 经常碰见这种客人 就是无理由退货 我点进去看看 他一看 这个裙子怎么是我设计的 又设计到一个那个店啊 那个款式 他投诉我说抄袭 哦 设计 你说这点热闹吗 但这事情结果怎么样 后期还是没 还是可以退货吗 就在争啊 就在争啊 有些这个网友就在说了 就是说你这个恶意的这种 他们往往选择就是 你要是恶意的就给你拉黑了 可是你知道现在有的女的 我发现他还有一个顾客就说呀 说我们公司有个小女孩 她甚至是这样 我买了七天 穿七天 退回去吧 然后你给我拉黑了吧 拉黑了我借义军的账号 又买 到最后搞得他们办公司账号 都给拉黑了 谁都不肯借给他 这种事情凡是只要有退 这种无理由退货的地方 都一定会发生 不只是中国 比如说我很记得 我90年代头的时候 我不是还在美国 有一小段时间吗 你知道美国的中学女生 中学生男女 他们快毕业前有个舞会 叫Prom 那么Prom 那个舞会那天 平常T恤牛仔裤的学生们 会穿的特别隆重 特别漂亮 尤其女孩子要选一套 见得了场面的那种正式一点的服装 然后那套服装 他们要去买的话 你想想看 就等于你几年里面 你就穿这一回 你不用去买 所以他们怎么办 我看到非常普遍的现象 就去百货公司买 买了之后 穿了回去再退货 因为美国是很多地方 都是这种无理由退货的 而我就打听了一下 那些百货公司 怎么面对这个情况 他们说 他们都知道 那一段期间 凡是来的这些小女孩 一定都是这么干的 九成会这么干 但你能怎么样呢 你不能怎么样 因为他们算的就是说 如果你公司整体政策 是这样的话 你不能有任何例外跟改变 或者时间性的改变 或者对象性的改变 要不然你还会被告歧视 对不对 所以他们是连拉黑都不行的 那所以只好公司的做法是什么 把每年这一段期间的这种事件 当成是例行的损失 那他背后有另外的计算 就是因为这种事 我们在美国六七年干不小 坦白讲 当留学生玩 你这个看着就挺新的 明天就退 我们那年代 我买最多是什么呢 我留学生买 买电器用品 比方说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 方便的扫描器 我们要买的扫描器 那些东西 买 就自己回家 scan scanner scan完 扫完了 就两天三天 还有那种电子用品 做最多的 他们完全当然你就合法 我们偶像还十天之内 还是两个礼拜之内可以退 后来知道说他们的计算是什么 因为这是行规以后 就是你不这样做的话 一般他就觉得说 你一定是自己心亏 你的商品有问题 所以你卖了就算 假如你是好的 你不怕我们退 所以假如你不这样做 第一个你的商业受到选择 形象不好 形象不好 生意就不好 第二点更大的考虑是什么 就像做保险业 保险业的计算是 所有人一起算 对啊 他可能用着一万个顾客 十万个顾客这样算 所以我一定能够赚回来 所以他们的计算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你来买的东西 我也试过 买了时候准备用了七天就退 可是我七天后忘了 到第八天就想起了 到最后 还好有你这种客人 我本来不买的 结果我就买了 另外是什么呢 我也本来没买的 买了用了觉得 真的是好 真的是适合 那我能够负担的 分期付款 我就买了 所以它整个是完全 统计学面行得通的 你说统计学 就会有另一种统计学了 那就有的那个女网友 买了一条裙子 就发现 穿上之后 一掏兜里一发卡 一掏兜里还有几分钱 然后就闹 那边店家跟他说什么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太机智了吧 这个客户 这都是新闻啊 但是问题是淘宝的模式 跟我们刚才讲那种 美国式的摆后式不一样 或者传统 就因为它不像 通常这种店啊 比如说小规模开店 它做不到 你刚才说那一个 我就是一个小店 对不对 然后我如果被人 这么坑一单 我就已经很亏了 我没办法把这个损失 给吸纳进去 转移到别的地方 但是你说在淘宝买东西 我最近还听说过 另一件事的 有一个还蛮有名的 一个大学 开了一个系 就视觉传达系 搞视觉设计 有这么一个孩子呢 拿着他的一个毕业作品 在学校里面 评得很优秀 然后因此还保送进了 清华美院的 去读设计 去读研了 大家说他做什么 他做那种模型 那种像 奇幻电影 奇幻动画里面那种 怪兽啊 什么那样的模型 做得很细致 很漂亮 然后最后被人揭发 这个模型他在淘宝买的 然后就拿这个进清华了 所以淘宝出艺术啊 出艺术 出艺术 这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是无穷的 对 没错 写我的伟大的小说的时候 谈到黑社会这个那个 我需要买个关公嘛 我要把那个关公像 这个在淘宝买关公 这个我倒是挑过了 真的我喜欢的东西 我挑过一家 还说卖文物的 然后呢 银色的 很漂亮的 写着说是 民国时候的老东西 这样买 我还记得 980多人民币买了 结果寄来 你们猜到 就是后来我去上海 广州 深圳 所有地方路边摊 85元的 就有的那个东西 原来它就 本来就是那种 很普通的材料 它就涂了一层银色 银色的东西 所以我的关公 就放在我桌上 没几下 我摸一摸摸一摸 怎么那个胡子 本来是银色的 变成金色 可是我前一个月 也是写第二个小说 比较累 那又忍不住 这次需要张飞了 是吧 这次我买对了 我告诉你 我花了88元 加入了淘宝 找了一个东西 加入了夸夸群 夸我 你见不 那每天传15个讯息来夸我 你知道什么夸夸群吗 我加入这个服务 他们有一个群队 每天就会传 比方说88块 他每天就传15个讯息 不同的人来夸我 马博士你比文韬帅 有这样子 对对 又要夸夸夸群 你不知道吗 很流行的 马博士你放心 君君小君君是爱你的 很好玩的 你要先说我希望什么 人家称我文笔好 那人家为什么要夸你了 他付钱了吗 收了钱了 服务啊 你还用付钱去买这些东西 你可以不花钱呢 多少人排队想夸你了 不行我不是说我免费夸你这么多年 你分钱还没给我还跟我要钱 那那个对不对 人家每天15个讯息 那你想象不到我 本来刚开始实时是好玩 实在好玩夸夸群 互相夸了 有免费的夸夸群 可是免费的东西一定不好 不准确 我付了钱 我说一定要夸我什么身体 所有器官 他们又夸了半天 然后完全满足了我 每天15个之后 我真的那个成就感高很多 小说写的特别快 我跟你说 他讲的还真不是玩笑 就是说买东西是感性的力量 你现在越来越发现了吗 就是说有时候我真觉得 多么大的产业 人们不相信科学 好多我不具体讲了 就是女性同胞们用的很多东西 那个都发新闻了 比如说某种东西就能年轻 某种东西 那不就是骗子吗 那不就是骗子吗 那么就国家都说了 不叫骗子 就叫故事 想到的是结果 我漂亮了 我漂亮了 那是模特漂亮了 那不是你变年轻了 广告的基本原理就是 让你觉得你能跟那个一样 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 你骗不了我的 我是理性的嘛 但为什么有些人就是 我像你买的东西也挺贵的 乌有所值啊 要不然再植入一个 我觉得这个感性的力量 人真是容易自欺欺人的 自欺欺人的 就是你比如说网上卖的很多 我就觉得 哎呀 要叫我说 虽然我没有看完 就是最后一集全游 但是不是有一句话 就流传很广吗 说什么 他有一句台词叫做 世界上最具有号召力的事情 莫过一个好的故事 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加了一句 我现在发现 不是很多人打电玩吗 就是一个更有号召力的故事 是你还能加入这个故事 其实你广告也一样 你不但听了一个好故事 能变成这样那样 而且你能加入它 你知道 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最近他们都在说 那个有个叫李佳琪的 那个小男孩 你知道吗 就带货 卖口红 火到爆啊 就是说 就是 所以为什么 广告的形式在改变 现在比如说像赞助 一个就是那种硬广告啊 都在解构 要让我看 现在的这个广告 比如说 有人说 比如说口红 我过去找个大明星 花多少钱 让他做个广告 可我现在 同样的这个钱 甚至远远不够的 这么多钱 我一下分发给 这么多美妆博主 他是实实在在的 一下给你卖一万多 一下卖 就是 而且我想 为什么他们都要买呢 后来我看了看 就是这小哥 他这套啊 我很早年之前 在台湾电视上 经常见这种语气 就说 啊 My God 是吗 什么小助理 劈头散发 也抢到最后50份 哇 这么便宜啊 什么什么 还有个叫 什么蓝 王子才能配得上的 这个颜色 他有很多语词 词语能在你脑电波 产生一种东西的 这都形成一种 要不说是一种亚文化吗 网上你看 前一阵都传出来 一个小孩 就模仿这一套 你可以 你可以看看这个 如果李在吉去卖文具 Everybody 这只尺子 真正的国货之光 全球每天卖出 1600万只 手感非常瘦 Oh My God 太瘦滑了吧 我的天呐 而且搭配 这样一只橡皮的画 这两个四号 给我放在一起看一下 一个压史绿 一个湿血白 真的是绝配 真是好看到棒 而且同等价位里 最适合小学生 我买过的另一个 就是唇膏是 其实他 比如他有40个颜色 每个颜色 他用了一个男明星的名字 就说如果你得不到 那个男明星 你至少可以 用他名字 每天去kiss你 我不告诉你 我买了哪一只 我的天呐 真的有这样子 我有一天问我那个化妆师 我说那为什么就这样就卖的特别好 他说啊 他说你看就是关键是这个口红啊 口红一般也不贵 对 而且口红呢你能买多失败呢 对所以才有 他说到底也不是说买的人是被他怎么忽悠 就是你看他说成这样 哇 就是两百块钱 那我买 反正我也要买口红 他说而且呢 口红不像别的 没有技术难度 他不像别的化妆 对吧 口红任何人只要自己一擦 马上对你整个面色改善非常大 你又在做广告呢 我又植入了 据说经济不好 口红就卖得好 我要当斗佳琪 我要当斗佳琪 比主持节目挣钱多了 所以你知道我有一次在杭州做活动 参加一个事情 然后那天呢 在同样的一个活动场地 那是一个杭州的国展馆 它的conferential center会展中心 然后旁边呢 他们举办一个非常盛大活动 比我去那个活动要盛大太多了 一进门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进那个我们坐那个车子一进去 就看到旁边一群的女孩子站在门外 我一看我就说 你看这些是网红 然后跟我一起 你怎么知道是网红 这不就一看就知道 这是网红脸吗 这一群都是网红吗 然后呢 跟着呢 再走进去就看到这巨大的海报 那个海报呢 就是几个网红站在 占据海报中央 然后每个人都这么插着腰 然后呢 跟着下面呢 写一个字眼 那句话我觉得印象太深了 请看我的小蛮腰 然后呢 跟着呢 再下面一句话 这是我们的时代 然后呢 我就惊呆了 说好吧 这就是你们的时代 然后上去就全都这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什么活动 然后那个会呢 就是把他们全国的这些带货网红 造集起来办大会 然后呢 是个士师大会 是个振作人心 奋发人心 鼓励士气的大会 把他们头50名 就是卖东西最强悍的 照上来 这是他们的时代 他们来讲他们的经验 很惊人啊 就一个这样的网红 一年带货带到几亿的 就带到几亿的 都是这种级别的 所以你说干嘛 要给钱赞助什么广告什么呢 就直接给他们不就得了 你说这真是 就是说前两天 也是有个经纪人 带网红的 跟我讲啊 他都畏微奇观 你知道就是那种 我说这个网红不是带货的 就是网上做直播 网上做 不是有这种网红那个直播平台 有打赏的吗 然后呢 他跟我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了解这个行业啊 他说实际上 那些打赏的钱 并不是全给网红 这个平台方 平台方要控制这些 也不叫控制了 平台方要服务这些个打赏的人 比如说每年 他说这些是每年办一个活动 他说我干这行这么多年 他说你能想到吗 就一年打赏上千万 就是看着这个网红直播 打赏上千万 然后呢 这个平台啊 就要组织这些个打赏上千万的人 来搞活动 给他们最尊贵的待遇 整个会场 一个大圆桌 就他们坐在中间 那个服务 就头等舱机票 五星级酒店 好 他说那个平台还吵了个人 就是这么一小助理吧 有一个打赏的 这个富家公子吧 大概是 早来了一天 你说这种金主 早来了一天 你肯定就给人开房嘛 结果这个就叫条了 说哎呀 你早来了一天 我们这这个房间都没 怎么着 那少爷一生气 走了 结果这家伙 他这个上司一听 你把他放走了 他上司亲自坐飞机 到人家那个人那 赔礼道歉 然后请你一定要来我们这 什么什么头等舱啊 什么什么六星级酒店 其实是欧盟赌场接待 这个花钱最多的那种 贵宾赌客的招 对 我觉得真是 你愿意吗 就是你哪怕再有钱 就一个一千万 当然他可能不是打给同一个的 就也许他一年下来 花在这上的钱几千万 那我真的觉得 这没什么坏事的 各取首须嘛 你喜欢看什么 要不要打响 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我反而是看到里面正面的东西 非常target 非常针对性的 目标性的 提供那个服务 像以前的广告方法 比方说找一个 好像明星偶像 然后他扩散出去 他卖东西 他跟你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他不一定很多方面 特别在主要方面 不一定跟你是有同样的需要的 同样的心理的 可是现在有了这网络平台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会被看见 我们看看 这算叫P2P吗 点对点吗 你看那个小孩 李嘉琪的 我就想很对 假如你卖一些小孩的用品 不管是文具还是食品 当然我是小孩 我当然就是相信小孩 同样的需要 同样的角度 所以我觉得说 假如你刚说什么 网红大会 而且还坐飞机去追回这个顾客 我觉得这样才好 应该把这种精神 点对点 网红卖口红的 对卖口红 因为我也是使用口红的人 上香港有一个不是卖车 卖汽油的广告 我就蛮欣赏拉一句slogan的 他讲了一堆 对于车的什么加什么油 什么好 然后最后一句说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也开车 OK 我开车的人嘛 你也开车 所以我懂 那所以我说 我看到这种服务态度 假如能够把它扩散出来 用在餐饮业 用在各种的特别服务行业也好 商品行业也好 这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 而不是老子开个店 或是卖个货 你愿者上调 来就来不来不来 我觉得用这种 那个网红产业 这种服务态度才是对的 不过我倒觉得像这些网红 他们我们不要轻易羡慕 就觉得哎呀 动不动就赚那么多 那么受欢迎 号召力那么大 他们的生涯寿命 其实是相对是短的 对更新非常快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网红 他必须要非常短的时间内 累积到大量的粉丝 因为这个东西 一些粉丝变形太快了 粉丝变形 真的是 去年还给我一千万 今年只给一千 对真的是会这样 所以网红的淘汰率非常高 包括带货网红也一直都是个迷思 其实这个东西不只是国内 比如说国外也有 YouTube上面有很多YouTuber 他们的替换率非常高 他们如果真的要卖东西 或什么的话 你会发现 比如说有一阵子 我记得很多人讲 举例的时装最明显了 每年不是有很多时装州吗 比如说巴黎 米兰 什么伦敦的 那时装州在曾经 是要请一些有价值 有地位的大的媒体的老总去看嘛 比如说什么时尚杂志啊 Vogue啊 这些不是这些女魔头吗 穿Prada的恶魔 然后就去了 然后众心拱月的 拱着他来看这个时装 就等着他回去 写几句好话 那后来呢 大家发现 我干脆直接找这些 KOL 这些网红 请他们来 他们那个力量更大 但是你会发现 后来出现一个规律 就年年去的人都不一样 这批人 而那些女魔头呢 就这么多年都还在这 而且你说这个啊 我有一个 我想请你们评一评啊 就是说 我觉得是我不好吧 就是比如说这些带货的 包括就像说李佳琪的这种 My God 这种语气啊 我最后发现呢 是因为我呀 人生观灰暗 我绝对 就是这样卖东西的啊 我是绝对不会跟他买的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一定是我的一个偏见 我这个偏见导源于什么呢 就是那个 我这个这个狂喊乱叫的 高喉咙大嗓门的 在一个购物平台上这样的 当然我肯定是错的 但是就这种偏见妨碍我 你反而你好好 跟我好好说话 你反而这种这个 就是表演这么夸张的啊 这反而让我呀 生出了这个偏见 就是我绝对不会在这买东西 这叫必有一款适合你吗 它不是你那一款 肯定还有人是适合你 能给你植入好多 能给你推销的 没错 你那个买衣服的店员 我认识没 四哥我说完 我也买一堆没想要的东西 肯定有的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看 他的卖的东西的价位 跟他针对的对象 你刚才这么讲 可见你的生活特别高级 没有 真的为什么呢 因为凡是会这么喊的 他就是卖个橡皮叉 卖个尺 真不是 不不不 我跟你说 你把这带货的想低了 我知道 现在他还带世界名牌啊 我知道 是很多大品牌的口红化妆品 对 有的非常贵 但是呢 他觉得通常很少见到 他们卖几十万的表 用很夸张的方法来卖 你不能因为你给表代言 你就可以了解 又植入 又植入 代表 代表 然后呢 你看我们说看你想APP 就从来不植入 是讲品格的品牌 我没东西可以植入 有点奥的 我给你植入半天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一讲名字 他剪掉 我没得植入 最近是不是还记录片了 在这跟你们一直器官啊 我没得到